过去一周港股出现显著的回吐,主要担心恒大事件的影响。中国恒大03333现时债务问题严重,随时有违约的风险,因而影响到一众内房股的表现。有人担心今次恒大事件可能会引致火销连环旋的效应。 松仪令内房资产泡沫爆破,甚至触发内地金融危机。对于此点不者觉得言过其实,相信事件只是个别例子,对内地金融体系的冲击,不者认为并不如外界所讲的严重。 其实内地对内房公司的规范及监管,早在四年前已开始进行。当中包括,银行体系不再向房地产项目贷款,禁止内房公司于内地集资圈钱,以及只可在境外发债,基本上已为防范内房爆煲作好准备。估计今次恒大事件应该已是预料之内。 若从玄学角度,大事在下周初仍然反复。过了中秋之后,大事可望进一步攀升。 整体上,九月下旬市放应是利好为主。不用过分担心,本周每日的股市走势预测。 周一,新未日,天干属金地之属土,土生金之局,市放反复为主。 周二,任新日,天干属水地之属金,金生水之局。 反复向淡。周三,贵有日,假期。周四,甲述日,天干属木地之属土。 木黑土之局,大事急升。周五,月害日,天干属木地之属水。 水生木之局,先升后回。 明镜日快死亡。 明镜日快乐。 感谢观看